老王探索梦幻第一欧元区 连呼吸都是金钱的味道 包子都要掰成两半吃 今天是无与伦比梦幻西游开服的第四天 陶芳哥59 梦幻西游最高等级这个区是59 这不是陶芳哥的极限 是这个区的极限 他换了两个神圣 一个是飞天 一个是超级土地工作 没有妈妈 就这么说吧 8000块钱买个3000的东西 然后8000块钱买个2500的东西 16000总共回本来5000 然后绿通再花一万五 自掌国宝图建业北剧如舟 吃多领和猪子国 这一张宝图按照年外的游戏比的话 大概是两三倍三四倍 为啥飞天这么贵啊 飞天是值钱的时候呀 因为他有精彩吧 他这个技能能跟弹琴似的 爽了两次 来高摩心 新区高摩心多少钱 反正肯定比220贵 但是他没有虚名又不会太贵 四张宝图最贵440 高摩心怎么得 今天也能卖500吧 已经有80 这80可以鉴定 80的鉴定他也带不上 等级没到 我挖出这么多授学 高招架 高陈佑 高隐身 高反击 高敏捷 高反击 高法联 高飞行 高慧根 近击必杀 高级连击 壁垒 又多了高摩心 没有领宝 没有领宝可以鉴定 因为技能最高是79 79 明天能鉴定 陶黄哥说 今天如果想鉴定那个80的帽子 要花100块钱买一个领宝 100块钱买一张领宝 不是 咱们先不说钱 在69级的情况下 怎么可能有80的领宝 来源呢 你技能69 最高技能79 然后再有人开服食是吧 真这么变态 真变态 是变态 还怕 一号帮 二号帮 复活的后花园 进帮派 还包分配 国色天香 共同追梦 浮生若梦 牛郎之女 与世人名 烟花三月 以战之战 兄弟联盟 严明立万 喜悦中心 不隐门 我靠 多少个帮 滑轮滑不动 开服第一天 595个帮派 帮主快比玩家多了 特别像咱们直播间的红马 红马比游客多 开服第一天 游戏币非常稀有的情况下 还需要帮派想应的 需要人居想应的情况下 你600个帮了 一千 一点点卡是一千游戏币 一块 一点点卡是一毛钱 一块钱 不是 一百块钱能买一百万啊 一千万游戏币是一千是吧 现在的比例 有能买吗 那肯定有人买啊 必然有人买 没人买 怎么会有人买 我跟你看呀 69级满修得花多少钱 69级满修得点519下 519下剩3 这区109点 69点满修得也一万多了 哥 69满修后藏宝格一千多 咱这新区点满的一万多 大哥 看着他吗 姚董 先给你扣个1 金色ID 一万 排队 进入游戏 最低价格是一万零五百 他花了一万五 多花了四千五 无童不是帮主 这那么丢人 快跑快跑 然后你再看修炼 修炼 有人说无童修炼都满了 这叫都满了 人一共有三十多颗牙 你长了八颗就说长满了 这他妈叫修都满了 这不就一个西吗 还是今天的满修 明天 不对 昨天的满修 今天他都不满 辅助技能估计在子依到人家学的 帽子系统送的 全身装备可能系统送的更好 没啥事就得刷新魔宝珠 看在身上开出了一个 超级飞天还行 红马应该是转了 这个兔子也还行 白泽亏了 老虎也还行 他弄那么多神兽有啥用啊 他到底想要什么神兽啊 不是就这个号 现在花了这么多钱 我干啥能找到的存在感 让别人觉得我还行 强力防御 高级炉 高级偷袭 有人知道他挖出这四本授掘 花了多少本高级授掘吗 高级宝族吗 先把竹子交了 我看完仓库就给号下了 人家任务我不会做 二十张 二十张亏吗 二十张两千四 新区高通 他要是能二十张挖到高通也还行吧 把无数字的垃圾特决丢了就行了 这区 这区我跟你讲 不能按照老区的关键看 可能啥玩都特别值钱 就咱们现在就当破烂在这滑了 都是宝吗 都是宝 就这么说吧 这一个游戏币包子一毛钱 刚才我看了一点点卡只能买一千的游戏币 一个包子是不是一百还是六十六 一个包子 这包子都得掰两半吃 臭豆腐二十四万 梦幻市又不是有那个什么呢 自动回血回来的就啥呢 蜜汁红螺 一个花豆 一个花豆是三块钱 我操这区一个花豆是三块钱 因为花豆是三千游戏币 三千游戏是三点点卡 三宝钱三千游戏币是三宝 一个花豆是三宝钱 五个召唤兽鸽子 他应该开了俩吧 看下一个多少钱就知道 他应该开了第三个 开了俩鸽子应该是 也就是现在 他正常是不能再刷 六千万 六千万才六亿 六千万 最后一个 相当于几千块钱是不是 六千万是六千块钱吗 好 我算一下 一百块钱买一百万 六千万是六千 钱都花到万 哈哈哈哈 中文字幕——YK